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赵卫老师邀请我 也感谢大家 今年就来了这么多人 没想到 一般来就是最过二十年人 蛮好人的人 我这一个星期都 稍等一下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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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所以这个星期有四个讲座 都是说这个岛礁艺术的 一般来说 我们会认识出来这个岛礁艺术 自己看过 但是我这个星期要说的艺术品 我们不一定 马社会认识出来这个就是岛礁艺术 所以我会说是岛礁艺术 不一定大家会去 人客这种看法 我们都可以谈 但是我这个星期 几乎就用一样的方式 看这种东西 我把艺术品跟一种 我自己说一个实践 一般来说就是仪式 联系到一起 所以 为了理解这个艺术和岛礁艺术 你要理解这个岛礁艺术的东西 最基本的 这个岛礁艺术品 最明显的 实在的 岛礁艺术都在今天我想说的这个题目 就是游乐宫的壁画 岛礁艺术 历史很长 这个主题 我今天要跟你们说这个主题 其实在中国已经两千年 可以说是岛礁艺术 一千年多 也许从唐代开始 因为唐代以前 我们也不能说有没有岛礁艺术 但是这个主题 其实非常的古老 所以值得去看一下 但是到某间 甚至的这种草原图的笔画 或者这种 华州文不多 但是这个游乐宫是完全的 有一点不坏的地方 可能没修了也没问题 但是给我们一个机会 做一个比较深刻的研究 我今天不要说的这个 这个神是谁 那个神是谁 或者他们跟什么历史 有什么关系 这个以外来说是 传统的互相学的研究方式 所以就要说这个比划 这个比划跟仪式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会说 唐殿的那个地方 其实是做仪式的 如果是固定每个有草原图的唐殿 也是一个左意识的地方 必须有一种联系 必须有活动 我会想是不是随便画几个神仙在墙上 还是有目的 有一种道理 我当然认为应该有道理 但是这个道理就是什么 我们还不知道 所以我要用一方面看那个医师 一方面看那个笔画 然后看他们怎么接触 所以为了 因为你们大部分都会理解艺术 比如 笔画都看过 道教艺术 这个仪式的部分 我怀疑 大部分人不会理解 所以我也要说一下 第一 要说那个建筑物 因为笔画不像一个华座 或者叫博物观区 西方有的夹词里面 你就看那一幅画 那边笔画 其实是一个三味剃的东西 你可以这边看 那边看 有没有关系 其实 我会 我的结论 听见是 它是一个三味剃的东西 然后 都是跟那个医师有关系 因为它会补制所有的地方 所以 我们不习惯这样看 一般来说 现代的笔画也都是一个墙很长很漂亮 只不会把它补制像一体的一个整体 所以 我们首先要理解这个导观简术的实际 然后 这个笔画在什么位置 一个华家会怎么安排那个空间 然后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那个导教意识它的基本模式是什么 然后 最后 跟你们说一下原则 然后 我写一个观念结构 我自己翻译的一个conceptual framework 因为 一方面有一个画家 一方面有一个导师做意识 然后 它们共同地方就是在概念里面 它们应该按照一样的一种结构 它们共同一种 改念加速的framework 就是 版设 但是 为了一样的目的 因为它们是一体的 所以 这是我们今天也会讨论的三个主题 就是 永乐共商店店才认称 它 一二四零年就开始盖这个地方 就是 计设好几个店 但是 一三二五年 笔画才完了 所以 可以说 那个时候正式落成了那个店 所以 比较长 就是元旦 本来 这个瑞城 其实就是这个地方 但是 稍微远一点 在黄昏那个地方 有那个旅东兵的一个词 现在在那儿出生了 所以 当时有人要 因为那个全正道 那个 这个地方的导师们呢 关于这个 现在还有全正道 但是 那个时候开始 他们就为了 为了恢复 为了 几败这个旅东兵 因为 对他们来出的一个宗师 就是 首盖这个大庙 规模广大了 所以 一个很大很大庙 这个是他们最大的一个店 三金店 里面 本来有三金 三个天寸的像 要是你们说一下 这个建筑物的特点 因为导教有自己的一个建筑物 所有的店 像古代的宫廷 一个唐店一样 佛教 导教 宫廷 宫廷都一样 没有区别 其实 这个稍微错误了 导教的 标准的店 有它自己的特点呢 特点在哪里 我说你们 这个相片看不清楚 但是 很大的特点是这个台 一个大平台 我说你们 相片不是很大 后面我还有图案 很清楚 但是它很高 快两米高 然后它也很大 又宽又长 所以前面有一个平台 然后另外看见 你们要注意一下 看古代的建筑物 有没有这么多门 全部是门 都可以打开 然后找成一个非常大的平台 从外面好几米 到里面 然后里面就是那个笔画 然后全部绕成 就是这样 这边是山清 山清在这儿 然后全部绕成 平台在内 所以你们要想象这种地方 就是东壁 山清一样 那个草业图的一个部分 我今天要跟你们分析一下 这个全部的笔画 光看那个笔画 觉得漂亮 其实 你想象不了它什么位置 因为它是做什么的 因为你有刚刚说的一个 那个闪威梯的一个概念 这个要学会 我开始学这种东西 我也看书 哎呀 好好走痛 因为每次就 看那个相片 那在哪里有这么多次 一共快三百个 两百六十八个 圣仙 那你怎么知道是哪个 其实你们明白它的那个构图 你们就会清楚 我给你们对比一下 找位老师的 专业 这个北约庙 刚在那个店 一个小 这是弟弟 这是哥哥 像个替护一样的时间呢 被盖了 也是全真道的天下 只是它的地位就高一点 所以它的那个 这个 五丁就多了 它还会多了 但是特点呢 你们说一下 一样 就是很大的这个 平台在前面 也很高 还有 还有 看不太清楚 看不太清楚 但是一样 门都能打开看 这边也能看见 全部可以打开 然后里面这个笔画出现了 这是北约神过去的故事 现在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 然后你到里面去 就是这种效果 笔画 这个是笔画 其实它往后提取 提取一直到这边 这个现在就被磨了 红色好像后边也是填墨 本来应该都有笔画 比如说一个特点的画家很聪明 一个人物在这儿放了 那为什么 你一看一个图像 觉得漂亮的山水漂亮的人物 但是按照简柱的结构来讲 这边有一个打着柱子 那个庵就在这儿开始 所以你站在这儿 你什么都看不见 那个后边你看不见的 这个是一个墙你看不见的 所以那个人物都在这儿放那个神像 都在这儿放这个山水 那边是很黑暗的 看不太清 灯光阳光不够 所以你做个笔画 都有跟建筑物有关系 所以我做到这样解释一下 那这个是永乐共他的连进 他的超级个垫的勾托 这边也能看见 他的平胎一样大 他就是皮肤一半 一半的那个这么长 后边的小垫 两个小垫也差不多了 也有大的平肯 就是这个 刀胶前述的特点 那个唐代的刀筋 他叫做这个 纯刀合线 他就描写这个特点 因为有写了这么多东西 好像不清楚 但是你看建筑物 就是按照这个 这个规定做了 别的建筑物 没有这么大的平台 那为什么 有这么大的平台 那个打门 因为要做意识 是很重要的 还有说这个 永乐共的历史一下 这个是 他被搬走了 他们在1952年 政府计划了 来的首发 全部的地区 全部回移了 延了 所以最后 把地方搬走了 直到好像 有三年 就成功了 搬到瑞城 成立 本来在城外 好 二十国没发现 这个是原来的位置 是1755年 你们看见 当时有四个殿 三菱殿 全阳殿 重阳殿 或者提振殿 几个证人 后来还有一个求助提振殿 长春节 那个现在没有了 你看 这个已经没有了 这个是 当时的 第二十个大战 有二十个大战 有日本军员把他拆了 他们用那个摩擦 烧他们的尸体 那个就没有了 然后现在他们也在旁边 带了几个新的 财神 妙啊 什么的 几个新的东西 但是基本上都还是一样 所以这个图 为什么这个大点在前面 然后越来越小呢 是不是应该放到最后面呢 一个来说 现在看这种图带显著 都是把最大的 堂点放在后面 够多庙都是这样 佛教也是这样 为什么这边是这样 这个就是标准 这个跟唐代我所说的 近年 道经也说的一样 但是你看历史上 这个也是模仿 或者契承传统古代的 这个建筑物的模式 你检查胎尿 它在周代 它也是这个模式 因为你的祖先 或者是皇帝的祖先 在那里 在这边 那或后边 还有什么的 这是往后的 所以 虽然没有祖先在里面 祖先的神位 现在都是道教的神 但是它就延续 这个传统的做法 所以即使现在我们能看的 尿啊 或者刀瓜 如果把最大的堂点 放在后边 那是应该也不对的 道教意识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可能 比较难理解 因为到现在 谁能看见道教的意识 现在也不允许到外面去 把意识过去 刀士和尚都到里面家去 或者在外面 可以做意识 刀瓜里面 或佛寺里面 都可以做意识 现在都不行了 所以我还没有人看过意识 也比较难 如果有的话 也比较难去参观 有时候不允许 所以做什么 这个意识有什么目的 我们都不太清楚 我去研究这个东西 我也不清楚 所以我比较好好理解 有很多西方人的书 研究道教意识 但是其实也不太说 他们到底做什么 做什么 那么 为什么要做那个意识 也是因为 做意识的时候 法会的时候 也是一种保密的外人不尽 所以这种人很少能看见 所以有机会的话 去谈一下 看一下能不能参加 为什么我跟共庭的朝经开始 因为道教意识 也起源于好像共庭的意识 或者可以说共庭的意识 起源于一种更糟一间的 一种民间的或者宗教的意识 但是我找到最糟的这种模式 就是朝 朝经 这个朝 今天要说的是朝焰图 朝焰图跟义识有关系 然后马上一个朝 这个就是义识 一个义识就是朝 朝经 这个跟神没关系 这是朝皇帝 soci c 第一个人 即是法命这种朝金 如素振通 皇帝就告诉他,你要办一个意识,你怎么做呢?我给你办。 他就这样安排了,但是也有左右两队交几个名领,他们都害怕了,他们都不感动。 皇帝很高兴,给他很多钱。 就是这个摩世,在道教那个摩世中慢慢复杂了、丰富了,但是这个摩世到现在还是一样。 这个是给人,但是他们是给神。 因为道教认为天上还有一个天宫,像我们地上皇帝的宫廷一样。 所以是一对。 所以在地上你给皇帝草经,道士,他就是田上的一个官员。 这边也是官员给皇帝的草经。 他又给三星神或者谋神的草经。 那个意思叫草根或者草原,也是草。 然后那个摩世,差不多按照这个摩世一样。 也是从草代到草代到草代到明代,一直到草代流下来了。 那是岛教的草贞仪。 那是岛教的草贞仪。 那目的是什么?那一定要沟团。 最早的这种仪是在,我们说的是田氏道。 现在叫真一刀,天使刀。 就是在石川开石。 这种刀是,他们都是结婚的。 大家有说一对的。 然后那个小社会,他们有一个刀士做他们的领刀。 然后你有个问题,你病了。 家庭有问题。那你可以找一个导师,然后他帮你。 小冬天填上一个,当时就是台上老君。 帮你解决问题。那你做什么? 那跟共庭一样。 你跟皇帝不会说话。 你要把它献出来,然后给他读。 这个信,或者一封信。 你给皇帝,让皇帝就写行,或者不行。 那还给你。 那这个意思,他们说的一样。 他们叫上章,或者经调,这样的都可以。 走章。 所以你有什么问题? 一未经常做。 一会讨论内容的感kar数量。 你要水为数量。 它的比较照样。 所以为了解决某问题,任何问题, 经常说是神病,那个时候导教就会作祖游, 那是显现有什么病,然后让神就解决这个病。 我刚刚说的一样,它的意识经常有两个部分, 会说给钱,你感谢他们, 这个是皇帝给钱,但是你办了那个仪式, 然后你治好了,你要感谢他, 那你要再办一样的仪式, 就是你要右上针,上张,然后你把那个叫做出汇, 那就是大家吃饭, 即使给那个神吃饭,那是保障他们上来做光明。 所以这个仪式有一种固定的模式, 我把它缩小,用的最简单, 你可以夹很多东西, 但是基本模式就是这样, 叫发禄,那就是香禄, 你要颠,要出关, 那出关应该在古代的皇帝的意识里面, 就是派你的使者或者派军人到宫廷去, 我是比方说一个诸侯, 就是住在那边的人, 然后我有问题, 我派我的军人到宫廷去, 他们要把信或者配我到宫廷去, 他们要把那个表就给他, 你在宫廷里面, 你就进表上张, 你说你的问题, 回到了那关, 你就把那个官员都收回来, 区别是, 然后你的响录, 那个响录又换了, 这个都是一个存向的部分, 不是真的人会出去, 什么都是想象的, 它都是大大想, 用想象力做出来的, 好像跟那个宫廷一样, 在田上的宫廷, 田宫、田廷, 所以那个图管是从于自己身体, 它可以导致控制所有的自己的神, 那个路, 那个神的名字, 所以他给公司交通了出去, 然后就作章, 在这个六十七经文, 撤松的章里, 这些文字, 说明你应该怎么想象, 其实你也能看出来这个, 好像以上呢, 就是普通人的那个仪式一样, 但是他, 你到田上去, 好像他有老些, 要纯实, 想象, 然后去, 你到天堂去, 这样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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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在天宫里面, 然后你看一个建门, 它在子运里面, 然后好像跟正的那种, 也是你跟那个门外言, 你要说, 我要禁居, 过那个三个门, 也都要过, 然后我们最后禁居, 那个, 台上, 这个是田氏道的那个台上老君, 坐在那, 坐右, 有他的儿园, 然后, 你把, 那个, 张文, 他, 他, 他会同意, 看他写, 看他那边写, 一, 可以的, 通你了, 所以你的, 你的冰会治好了, 那你回去, 一直到, 到, 到, 把你意识的地方, 那, 那里面也, 也有这种, 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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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旅游, 到, 去旅游, 到天空去旅游, 这也是三经神, 在小藏里面都可以找到, 但是, 早几, 前世道, 在什么地方, 做这种仪式, 那, 这是一个小房间,要静视,要很安静,要清静,要纯净的一个地方。 在你的房子里面,或者在外面,一个房间,不同人员。 这有一个小桌子,你可以写你的表,表纹,那边就换了一个历史。 到现在就不一样,变成一个导坛。 因为天使刀在三世纪,就划到南方区,跟其他导教的要混到一起。 尤其是林宝派,还有上京,但是他们的上京也有精神。 尤其是林宝派,他们有导坛。 而且他们以五方为主,就是这个导坛。 就是东西南北,还有中心。 这变成,早已经变成这样。 有三层,东西南北。 中间有八卦。 这是北顺的一个图片。 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也会分摘,交,就是两种意识。 现在,你问现代人,显然道士,他们说,一个摘就是给持人, 或是一个长领一样,交,是给活的人。 比如说,有灾难,或是为了欺负, 可以把那个交,是两种意识。 当时是两个部分。 在开始的部分,交就是感谢那些神吃饭的部分。 他就把所有的神位放在那儿, 又叫那个神下来, 然后好像参加这个演会, 他就吃饭的一个宋。 但是那个上章还是他的中心, 先有出关, 然后把他罗别利息,然后上章, 然后结束。 他就模式一样。 现在,跟你们将这个永乐宫超远图的网念结构。 你们已经看见了,在那个朝经里, 有分左右。 这个是他们的, 我现在要说有五个院子。 不是每一个超远图, 按照这个五个院子配合了, 可能两三个也可以, 但是好像必须有这个五个院子。 因为他们在这种地方, 在这个地方上, 就是跟仪式配合。 那个分左右, 就是一个。 所以, 我知道了, 这个图就是闪电电的笔画。 就是, 我们从上面看, 你从这边前面。 然后, 然后, 必须有分左右, 必须有一个, 还有左边, 还有右边, 东, 西, 必须分两个。 比如说, 比如说, 传统, 不一定上课, 咱们还没有, 但是比较正式的一个情况。 比如说, 也会。 不会像现在一派一派一派, 一派一派, 就放在那里。 他们必须, 把你们就分了两半, 必须分作, 有, 东比西比。 然后, 主要的人, 他就在北部, 草南, 作为草南。 这个是一个, 诡句, 还可以原词。 不论, 通常开一个草原, 画一个草原图, 神不是随便就这样, 不是, 必须分作有。 这个, 他也分了两个。 现在, 可你们看一下这个历史发展, 这种, 汉代的画像师, 一起看出来, 这个, 意识这个模式, 而这是它。 我现在要说, 这个是实践, 不是一个想偏, 好像当时的一个意识怎么办的, 但是他们有这个模式, 在他们的脑子里面, 如果要给演会, 或者干什么事, 那, 这个比较正直的景观, 必须分左右两派, 他们就坐在那个坛子上, 然后, 主要人物坐在那里, 这边也不是一个, 毕竟有一种, 这样, 投射感, 就是也分, 看不清, 就是今天, 我不知道, 大家能不能直接, 就是也分两派, 然后, 中间, 有个人, 他要问这个, 主任某问题, 分两派, 分左右, 在寒带也是, 在那个坟墓里面, 在王都, 就是人物分的左右, 这个是, 现在你看, 这样看, 但是你一看后上, 是这样, 所以人物必须往朝北, 向北走, 这个是往这边走, 这个是往这边走, 武阳词, 人能看见分, 就是主任, 主任, 但是也分两派, 所以虽然你看了一个, 一个平面图, 但是他们的意思, 都好像是, 小为啼的, 好像有一种投射感, 你看不见投射感, 但是, 他们的目的是, 当你看, 分左右, 好像一种投射感, 不是一个板子, 只是一个平面的东西, 对他们来说, 他们看了一个意识, 他们好像看, 人有方向, 往里面去, 也是坟墓里面, 也是坟墓里面, 是左壁, 右壁, 东壁, 琴壁。 如果我们到佛教去, 他们虽然有自己的意识, 那里面, 本来是, 阿兰迪斯卡, 是走圈圈, 但是到了中国, 他们会用, 那个朝廷的那个方式, 把佛放在中间, 然后分了两派左右, 那个不是佛教, 这个不是佛教, 这是中国的, 它是一个中国的特点, 他们已经, 路门, 是图, 一样, 这是供养图, 这个是, 好像所有的, 和尚什么的, 这个是供养图, 这个人物, 供养图, 这完全按照这个模式, 划出来, 或刻出来的, 分了左右, 然后这个时候, 男女, 女供养人, 放在桌边, 然后, 我总放错了, 这个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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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的在桌边, 或者在西壁, 男的在右边, 然后分开, 可以到懂幻去, 看, 也完全按照这个模式去, 上面画了, 都是佛教的各种, 西净图, 或者调往的, 但是下面, 我看到这个小公养人, 那算不是正面的话, 都是一个方向, 都必须往北, 或者提到往那个佛, 佛像, 那个方向来走, 那就是, 其实是朝经的这个模式, 在古代, 那个公养人, 人物, 越来越大了, 越来越重要, 上面那个, 那个, 巨师画部分, 越来越少了, 然后这个人物, 越来越多了, 越来越高了, 慢慢开始, 像草原图一样, 但是这个还是历史人物, 不是神, 这个群人不是神, 是历史人物, 是一个, 是一个, 港帝那个东方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皇帝, 一个, 佛王, 这些两帝, 驴, 这个都是男的, 对面, 都是驴, 驴的供养人, 这个稍微早一点, 我给你们看, 中国这个, 这个查理在福墓里面, 是画出来的, 最后的那个, 这个提摩, 这个提摩, 是在入国, 或者门口的上面, 只有一个, 没有两个, 还是男的, 女的, 这个模式, 和他们, 都是公养人, 都是这个, 母猪人, 母猪人, 父人, 好像要进入这个门, 又走出去, 这种想念, 就是这个, 概念还是一样的, 和那个, 画家的那个, 模式, 大概很, 这个有名的, 那个, 王提前, 书藏的那个, 五十年的, 朝鞋、 宪章图, 这个, 记虎也是, 这个是俗的, 就是王五百年, 就是还能感见那个, 那种, 大人物, 帮着他们都是, 让他们的, 小弟服务员呢, 像这边, 他们都帮着, 帮助他们的人, 好花多了, 一个大区别是, 这个已经不顺利是人物, 这都是神, 有一个改变, 这个就是, 老教的朝鞅图, 或者朝鞅图, 这个点画, 这个点画, 应该在旁边, 可能是, 古道子第一次, 做了, 这种模式, 我们再看一下, 分左右, 所以, 这个画家, 他要实际, 这个品画, 他会按照这个分左右的, 这种方式, 这种模式, 就好, 把这个, 这个, 这个是, 西壁, 东壁, 这个是后面, 三十二, 田村, 安静和东瓜, 还有树哥, 这样的, 我给你们看, 这个画, 那个是东壁, 还是西壁, 应该是这个, 还有这个墙壁, 这个还是东壁, 那就是这样, 因为他们都往, 北方, 向北方走, 都是一个方向, 走的就, 反过来可以的, 但是, 基本上, 他们都是, 超费的, 但是, 你也看不见, 这个是哪一个, 壁, 这个我们刚看的是, 那个, 那个, 这个是哪一个, 那一个, 其实, 也不是毒壁, 是那个, 被毒壁, 被刺脸, 被, 才是, 这个概念, 他输, 他们输入, 他说, 一个, 再过来, 这个就是正神东壁, 那个, 那边, 那个, 那边, 他就是, 这样站着, 和上, 这个, 我为这个, 蛮, 蛮神, 这边,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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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洞房, 那应该是, 青棚, 青棚, 这边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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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是, 西方的, 先, 安子的, 北壁, 西侧面, 西壁, 就是这个, 这边, 南壁, 然后南壁, 第二个原字, 早餐去刘墓, 那个刘墓我还没说, 那是, 在里面上, 一个, 道坛, 开始后, 他们没有什么规定, 必须有花, 或者没有花, 不说, 但是, 如果你看这些, 有关道教科医的经典, 经文, 他们, 有六个地方, 必须有花, 神仙的花, 叫刘墓, 墓就是一个, 刘墓, 就是一个, 刘墓一样, 其实在里面有一个画, 神放在里面, 像个小帐篷一样, 他就放在里面, 然后刘墓, 你放在他的前面, 三个在这儿, 三个在右, 所以, 这就是, 这就是, 一个灾坛, 我刚刚提到的, 一个灾教, 就是教, 虽然写了神的各种名字, 其实他的神位, 不表示画, 画属于一个灾坛的部分, 然后, 下面有刘墓, 那些神, 那些神仙, 那就是, 五月, 三关, 三世, 什么的, 都在那儿, 所以有, 刘墓, 这种固定的形式, 还有三台, 不一定是, 三个开始, 也可能是两台, 因为普通定, 就是第一台, 所以你可以分, 要盖一个道坛的时候, 你要, 要, 用两层就行了, 也可以用三层, 就是两层基本上就行了, 然后, 旁边都放了后就行了, 锡子, 顺子, 棍子, 棍子, 就是三个台, 然后, 这其实都是用门, 我们对女朋友说, 都是用门, 按照一种规定的方向, 要进去, 来, 怎么走, 因为这个好像是, 把那个天门, 那个蠢像的部分, 你要往天, 天空去, 要按照一种不定的方向去, 在那个道德上模仿, 这种旅游的过程, 旅行的过程, 这个刘墓, 很重要, 因为他们就好像, 观察这些神, 他们观察这个意识, 都是做的对不对, 有没有错误, 有没有错误, 神不高兴, 同会报告, 到天空, 他做的不对, 好像跟, 要分心经病前面, 在外面太随便了, 衣服不整齐, 那有好多官员在旁边说的, 不行, 下去不来了, 就是这样, 但是都是神的, 都是想象的, 但是那个画, 就是唯一一个早期的, 集在, 必须优化, 而且他们是那个小状态里面, 我们知道他们的名字, 可以找出来, 第二, 这个三经验, 也可以发现出来, 这个三个台三侧, 那个道坛, 我先说, 外坛, 中坛, 内坛, 内坛是那个三经像, 中坛, 外面的那些神, 外坛, 外坛, 就是其他那些神, 中坛, 都说是内坛, 有一点, 不知道什么大的规定, 但是我要说, 这个地方, 一般来说必须有, 是个灵宝天尊, 是四个人物, 但是要忏悔给他们, 所以其实在中坛, 我们发现, 这边有四个证人, 他们不像灵宝天尊一样, 但是忽然, 他们就是四个人,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灵宝天尊, 我们站在意识和导寒的模式里面, 必须有四个人, 这边有五个, 一二三四五看, 一二三四五, 然后这边一二三四五, 后面还有几个别人, 他们是历史人物, 他们有名的道士, 你得看我的书, 你得看我的书, 应该是顺利道当时的那个, 重要的宗师, 而就是管理全真道的人, 所以, 笔画, 按照这栋倒摊的模式, 要画出来, 不能画十二个人, 不能画六个人, 也是四个人, 最好啊, 即使你可以画六个人, 但是就突然没有道教意识上, 没有道理, 你自己发明一个新的动物上, 可能就神不高兴, 做得不对, 六目也能发现出来, 但是他没有办法在这儿画六个人, 但是, 其实那些刘牧的主要神仙, 在笔画里面都找出来, 在说话呢, wn book,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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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谋 importante 在这儿, 这个是三师。 这个是一个道士。 另一个道士, 中三观, 然后它们就放在一起 这些都是分开的 这些是三个分开的 现在给你们看这两个笔画 这个部分 这是最前面的 它们很重要 因为它们是好像以前的道士 就是你的师父的师父 还有最最早的师父 因为这个是张道林 还有歌曲员 还有一个黄金 就是这些人 就是张道林 后来就是白玉冠的一个花 然后就是张道林 它们明显的还有这个头 就是可以过来的 我还没发现 比张道林的画画像更糟的画 所以对我来说 最糟的找到张道林的画 就是龙龙龙的这个地方 没有更糟的 没有更糟的 那也是红衣服 所以这种土上学方面的鬼剧已经很清纯 它们早有头发 眼睛无缘 这种崩出来的过敏服 这是那个三观 天地水 它们一死以后 它们就决定你去哪里 它们记录你所有的 制造者里面 所有的错误 还有功德 尤其是错误 天地水 这一篇 我们应该是第一篇 水观 天水 天观 水观 地观 还有一种区别 怎么可以把笔画分别 然后三界 就是天地水 我刚刚所说的三观 因为所有的神 他们在岛教属于某一个 像官员一样 人属一个部门 属于教育部 水务部 各种部门 岛教 因为是宇宙 而是天然的模式 它们用天然的 它们分清了 所以天地水 然后 因为是天然的神 这个都是 我做了这个研究 有了一个王迅 就是你们建立学院的人 王迅他第一次做的 我想按照他的研究 也继续做 但是你可以分析出来 所有的神 这边都属于天的 所以是北斗神 哪儿 哪儿 就是这样属于天的那种神 一直到这边 也许有点奇怪 这个也属于很多很多 我刚刚 这个都属于水福 他们到了一个部门 叫福 政府的福 所以 管理水的 所以地 已经到了地上面 但是山 因为山 都是河在山里面开始 所以山神 黄河的那些神 都在这儿 五月四 六月 然后属于地的 地府的神 都可以 可以 天灵 它是土地公 城隍 庙的那个城隍 还有十个田王 就是属于地狱的 管理地狱的那个十个神 所以他们在这儿 这个档子是不是有点奇怪 为什么把水放在这儿 然后地在这儿 你可以想看 最重要的都在上面 在北方 然后最小的 还应该在下面 应该不应该这样 按照离来说 高灯在上面 或是前面 或低灯在那儿 那个应该属于 儒教的一种思想 道教也有高地 但是它是以自然的规律为主 它是平自然的 所以它自然的位置在哪里 那不一定是高地 只有一个分别 就是宇宙的一种 他们认为 天地水 他们按照另外一种 空间物质安排 他们会给你们解释 这个是一个独立 独立宫 他是老人 你看 这是老的 你们发现 这个草原图里面 那些神仙 不保护民间的神 没有万公 没有万一菩萨 或者什么文王 没有 因为这个都不属于天宫 所以这个都是 属于天然那种先天的神 属于后来就是人 属于后来就是人 或者后天的一种神 现在都一点点了 好像认为他们也属于这种地方 但是在元代 一直到 从寒代开始 我就更早 没有这个概念 他们不属于天宫 这个树里面 这个树里面 那个前天的神 那跟你们说 为什么 有这个公尺 天也可以放在右边 水也可以放在右边 那为什么必须在这儿放它 中国文化 韩导 导教 韩代 导教以前 已经都认为 有一个好像一个周线 在诠释这个地球 即使全中国 有一个周线 那个周线是从西北到东南走的 是一个线 不是北南 就是西北东南 为什么没有人研究过 但是我自己认为 因为他们在神话故事里面 认为西北最高的地方就是昆仑山 那边好像靠天最近 按照神话故事 皇帝有打仗 然后有四个竹子 同一个竹子到了 所以突然天就往下 那地就往下往东南去了 所以因为要做中国的地理学 还有生活故事 黄河在昆仑山开始 是真正的昆仑山 就是我们现在认为的昆仑山 在新疆那边活着一个神话里面的 都重要 就在西北 就是西北的方向 然后黄河就是到 下去到东南去 到海里面去 所以有一个线 这个是宇宙里面的轴线 它不是准备到哪里 是另外一个 所以要把它放进去 然后道坛也有这个轴线 天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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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门 南北 还有三个门 天门 法官 也有天干地之 也都会安排进去 主要是地后 天门 一个西北一个东南 所以你要导师做仪式的时候 他必须在地后进去 然后他要往天门 就走到往上去 然后最后在那个上面 而且我再给你们解释了一个意识的过程 这个哲序 它的重心 它的横行什么 就是禁标 还有我们也看到一个存向的部分 禁标就是你要到田门去 这些人门 人门 人门 地虎 就是说要叫龟门 或者人门 有两个不同 龟在这儿 我跟你知道一点风水 有点风水的研究 也有一点关系 但是不是叫风水 我觉得不是 这个叫倒探 所以西北在这儿 我们在这儿有地乎 你们记得 属于天的神仙 都是这一点 就是西北的部分 然后属于地的神 就是这个东南区 这个水就放在中间 所以因为这个道理 我这个道理 法家知道 我要把属于地的神 地父的神就放在这儿 不是放在这儿 也属于放在这儿 天就放在这儿 它必须是宇宙的自然规律 所以我们安排那些神仙 安排那些神仙 安排那些神仙 还有你们这边看见 有一个人物 会在哪儿 就是这样 有一个神仙 这边有一个大助神 有一个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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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其他都是养的小一点的 那一个助神 那一个大的 前面有一个小人物 这个神是谁 他是天皇 代表天门 所有的神 神仙有一个神分 导致里面可以找到出来 这个其实没有神分 我找不到 导致图上学有一个鬼女 她可以按照竖子和量子和衣服 可以知道她是谁 但是这个没有 而且她的衣服和服装 是一个道士的服装 所以法家应该把仪式 做仪式的道士滑进去 因为她要说明给天皇 要上当或拜天 要被天皇 或天门 不一定是天皇 就是天皇 往这个方向 要禁标 所以要把一个 意识的实践 有一个小部分放进去了 这一边 我们有大相片 但是这边来看看 这个是余荒大地 也有一样的这种人物 但是这个人物 是一个道士的服装 这个人物是官员的服装 虽然在《道经》里面 我们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或者提在说这个人应该是谁 但是因为她是一个官员的服装 也许在这个地方 这些官员也会参加这种活动 因为余荒 它就是天上的皇帝 地下的皇帝就是皇帝 天上的皇帝就是余荒 然后才知道王物了 我们还有一个天王 我来看 看这个是树一帝 那些土地公 天王 四朝 正皇和什么 树一帝 是另外一个笔画 不是永乐宫 应该是更早一点 而且比永乐宫的日程很近的 应该属于山西省美 比较死 现在在多伦多博物馆 这个皇室博物馆 在洪扎尔州 加拿大的一个博物馆被收藏了 也恢复得很漂亮 规模小一点 只有两币 不知道有没有北币南币的笔画 但是应该没有 它比较完全 这个应该是东币 这个是旗币 我们看了一个主身放在这儿 但是还是一样的一种模式 我们看了一个天地水 但是属于地 这个主身放在这儿 这是后图 就是从涵带已经有的 这个代表地 地球的地 这个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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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神 还有一个瓜 这个昆瓜 在它的 那个 瓜里面 我不知道是猴子 所以它在哪儿 所以它不在这儿 这是西望膜 所以西方的放在西边 它有道理的 这个有一点奇怪 这个不是天荒达地 也应该是天荒大地 但是他是一个道士 一个非常异常的表现 学书界有很多争论 他是谁 我也有写东西 我觉得他是兄的房 我都可以讨论 现在不重要 但是这边的神 虽然这个不是明显天荒大地 但是这个是九天 都是属于天的那些神 这是五星和五的笔质 天感笔质 他现在能够看清楚云东武和王 这是北约庙的笔画 是你们自己的众美园的 王丁丽老师画的画 这是一个抹笔 两米五 我见过他 他现在就不在了 我失了 很可惜 他当时在北约庙 在八十年代做了恢复还有研究 带了好多学生 用的上背 恢复一点 修了好多东西 日本人 日本军人也在当作中国打仗 以后都有子弹的洞 修了一部分 也做了两个墨本 一个是小样团 墨本 黑白 另外一个是很大的图权 跟远比 远比一模一样 高八米 团一米五左右 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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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河北生的河北的某地方 这个现在在四人手里面收藏了 好像他自己带走了 所以有点可惜 因为真的应该很漂亮 就是我自己用风的手 把它修修修修修 原来是一个很小的不清楚的小片 我现在也看不清楚 但是这个笔画有点历史 这边因为是北约 有五约神 那就是五个约 五个约山 五个山的东约 西约 南约 北约 中约 东笔 就是东约 南约 西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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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约 黑约 但是里面也有走线 西北和东南的一个方向 因为北约 放在这个位置 虽然不是这一点 但是要看一半的地方 放在前面里面 应该在这种位置 中约 就属于图 中就是图在五行里面 是图它放在西部 西笔的南部的方面 那也按照这个规定做好了 然后上面 我认为这个是三观 天地水三观 天观 地观 水观 有放在这儿 这些都是大类伏 就是雷公 属于水的 水的也不是很清楚 天地的龙 属于天的 所以这些能看得到 所以这个也按照西北东南的走线 画出来看 用东北和西北的方向 天观 地观在这儿 然后水观又放在这儿 最后 而且到现在 我只有这个 永乐宫三年年的超远图 发现的一个模式 就是八卦图 我刚刚看见了 这一幅画 有猴图 有希望模 永乐宫笔画 也有猴图 希望模 但是 虽然它是猴图 你会想 它应该 现在这儿的一个轨距 它应该放在那个 我看那个 这边有一个女主身 这边有一个女主身 这个是不是猴图 它说 轨距应该是啊 是不是 有道理的 但是 这个地方没有 我也想了很久了 为什么 它把猴图放在这儿 因为地理有一个瓜 那个棍瓜在那儿 然后这边是希望模 然后它有另外一个瓜 叫真 正瓜 放在这儿 不是在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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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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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是这样 奇怪 我想做什么呢 这个没有道理 但是我不相信没有道理 可能有错误 这么明显 因为它可以把猴图放在哪儿 没有问题呢 虽然可以说 好像东王宫 应该属于东方 就希望我们在这儿 东王宫还是东方 有一点道理 其实不是这个道理 跟八卦图有关系 八卦图 那个八卦图 本来也有西北南 东南的中间 是这样 因为一个属于羊 这个瓜属于羊 一个属于羊 还是这样分配了 这个是猴天的固执 所以田门 我看它的牵瓜 那也代表 代表天 那就是这个方向 那这个天方 都有道理啊 然后我发现 诶 看那个猴图在这儿 反了 不是这个最下面 还有一个西南的方向吗 那对了 这个是猴图 是猴图 那就是这个 是西南的方向 在地上 然后西乎摩 带了一个真卦 就是这个 他放在这儿 所以虽然其他那些 有八个诸神 其他没有名 我没有发现 也许他能发现 明前的关系 和華家和華家的那個官比較難說 可是起碼上個 還明顯跟後天的八卦圖有關係 所以我覺得必須有這個道理 所以華家就按照這個八卦圖的道理 把它主神分配到內本區分 信並動因 都是有一個道理 為什麼重要 我們認為在 這個是全真道 而他們比較總是內感 要求達到 你要修煉 要成仙 做個仙人 不像以前那個天使道 不像那個 一直做儀式儀式 然後卸服務有路 他們要打坐 然後從後天那個過程 從後天到先天 所以從後天 就是我們剛才看見的 你要 把它不是這樣 天和地 然後你可算呈現 你也看見 這個也叫朝園圈圈圖 在內章學有一樣的概念 也叫朝園圈 但是這個是你母和內章 還好想都要離開 所以他們是全真道 他們也許把這個信的部分就夾進去了 本來本來那個是 完全按照那個網勳 那個 羅斯所說的模式 做的 那個是北宋的一種 道教意識的一個 道堂和心意 但是這一個是比較信的 所以應該是那些 那些道舍 用了光元代的道舍 自己想和華家說的 那我們不要 那個猴都和希望我們放在那 我們也把它放過來 因為這樣代表我們自己的 一個 那種權政的那個 那個 主要我們內章學的一個道理 就可以腿斷 我當然不知道我們沒有碰到這個道舍 但是因為有這個畫 有這個道理 有這個背景 那 就用 學習的 貼心 填滿 這邊 希望膜 能不能讓它看見 啊 鏡看不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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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這樣 那就是